我们现在在秋夜园的一个小商堂 我们准备去看一下有没有古董游戏机 天气呢就是还可以吧 天气还挺凉快的 然后这个天特别的暖 也是真的有点热闹啊 这是个司马城 进去就看到switch 这个是欧赖的版本 37,980元 我来到这个地方是一整层都是卖这些手办啊 游戏啊 卡片啊 这个大楼啊 一共有12层 真的是每一层都是挤满了人 这个switch的配件啊 其实算是挺贵的 像这个套子 它要卖64人民币啊 这个是 PSP 几千了 好像是2000啊 这个价格直接就吓到我了 为什么 它这一万日元啊 就等于500块钱人民币了呀 PSP就这个没有包装盒 就要500人民币呀 后面这台呢 是PSP3000 不是很便宜吧 600多人民币啊 这中古美品也太夸张了吧 这个复刻的卡普框主机倒是挺便宜 但是太大了不好带啊 这里的东西可是太多了 游戏机啊 光碟啊 非常多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简陋啊 走光前走 MDS 3DS PS2 然后这边全都是游戏底啊 SewH的更是更多 然后这也是PS4 PS5的啊 这一篇都是PS3 这一篇都是有分类的 这个是大人说明书了 这个相对比较便宜 每个游戏呢 都是有分类的 像这个英雄台说 PSP的 1800元 有说明书跟碟 这个就便宜一点 720 这一大片墙呢 就是SFC的游戏了 随便看一下 这个800多的这个卡 是最低的 这个这个单位 它其实是根据这个游戏的情况 如果是比较不不太好的 或者发行量多的游戏呢 就是800多 这一片都是800多啊 这个就要1000多了 1000多的话 这一期是挺贵的 然后这一片呢 都是FC的游戏啊 这么多 随便找一个 随便找一个 这个呢 要1164 感觉这里的GBA的卡带 全部被扫空了呀 这个GBA都没有 然后看到这边 这边是有一些圆包中 还在的卡带 价格也是特别高 随便找一个 这个 1800 这个是 约合了明币的话就是89块钱 价格还是很高的 虽然它带说明书 但是都是些老游戏 9万块 那这个是45块钱 哦 这个贴 这180 这个好像是加厚的 里面有没有说明书啊 你看 你看随便抵个GBA 这什么卡带 都4000多 3000多 5000多 3000多 价格太夸张了吧 这个安置计算 这个得要1000多呢 哎 夸张 这个书店呢 是有卖很多DVD的 你看 这些是洋画 也就是 白岸的片吧 洋这个 其实就是 非常非常的多 全场最便宜的就是这些DVD啊 只需要110粒啊 这个机影飞车吧 110 就可以买到了 但是这些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一万都市吧 这些呢 都是以前的DVD啊 你在网上 免费支援也能找到 110块钱 嗯 可能买的人也比较少 哎呀 这些东西太贵了 不论买不下手啊 比你能想象中的 要贵上多的多 PS3的话 1万日元就是500块钱人民币啊 然后这个PSV 居然要七八百 更夸张的是这PSP 居然要七八百块钱 虽然你城市好啊 但是这个价格真是难以下手啊 这家店呢可能主打的就是一个城市好啊 我相信别的地方可能没这么贵 一会儿我去看看 然后这些呢 都是PS2的搏机 都是500块钱一台 而且只有单机 那普通的Switch呢 是1350块钱左右 Switch Lite的价格呢 则是850 这个价格呢 其实是没有任何优势的 还有这个NDSi 居然也要300多 那3DS呢就更贵了 直接比Switch还要贵 要1400多 不过这个店的品相倒是还都不错 PS4的手柄呢 65块钱一个 PS5呢则是200块钱 怎么都空啊 都空啊 这里有一个N64的 这个是货海的 CNDS 这个店 价格是250 这家具果然是要更便宜一点 它这个OLED版本的Switch 也是1350 你看这个PS3 它只要190块钱 就是它太大 背不回来 后悔的就是这一台NGC 我居然没有买 它是带GP底座的呀 这个价格很便宜啦 这个我要9000 有两个手柄 一个主机 一个这个 那也是500块钱左右 这个是好的还是坏的 应该是好的 差不多吧 没有说特别划算 但也不亏 最后花了100人民币 买了4盒FC的卡带 其中这个摩托小时候经常玩 搞了一个扭蛋机 这里面装的是游戏卡带 这是龙珠大冒险 这怎么出了一个PSV呀 搞半天 搞错了 我想摇的是一个GBA的卡带 这个GBA全然要5万块钱 就二十几万块钱一颗 来了嘛 龙珠大冒险 龙珠大冒险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傻游戏 苦难你的我知道了 这是什么 两个钱夹一个 夹两个 可以 这个这个 我拍你 我给你 我拍我 谢谢你 吗 我拍你 这就很开心 我拍你